嗨 大家好 我是威力的好朋友 然後我想要先問一下知道威力的舉手 好 他看起來很高興 好 那沒關係還是有人不知道威力是誰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的好朋友威力 他是出生在1991年4月29號快生日了 然後他是悶燒的金牛座 然後他看起來非常的沈默寡言 其實心裡非常的澎湃 然後他就是因為主辦單位要他填戲級 然後有點困擾 所以就是我問了他 他原來是生命學校22年級 就是因為他是1991年出生的 然後他身高是183公分 體重72公斤 然後日常最喜歡微笑 然後還有和我聊天 然後他最喜歡的東西呢 就是他之前我送過他的海盜帽 廚師帽跟那把特別的椅子 我想要問大家有人知道這三個東西是怎麼來的嗎 有人知道的嗎 沒有 好 看來大家跟他不是很熟悉 不過如果等一下講下去可能會知道 好 那這就是我的好朋友威力的簡介 威力其實他是曾經刺剎歐洲的國境名模 但是呢他沒有機會認識馬家千金 他其實有人餘現啦 大家等一下就是結束後可以來看一下他 然後他就流落街頭 然後沒錢買衣服穿 我發現我應該要站這邊我才看得到時間 好 然後呢 雖然他是路途非常的坎坷 但是他非常的樂觀 他有講過一句話 就是人生的成功 不在於拿到一副好牌 而是怎麼樣把壞牌打好 好 由於威力非常的樂觀 所以他決定就是不要浪費他的青春 他覺得青春就像衛生紙 看著挺多的 用著用著就不夠了 所以他決定要做一件事 雖然他還沒準備好 就是他覺得人生不能像做菜嘛 把所有料準備好才下鍋就太晚了 所以雖然他還沒準備好 但是他決定抑制他的青春 所以呢 他就在Facebook見了一個粉絲專頁 決定和大家交好朋友 然後因為他是生命的詩人 然後他有很多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於是他第一站去了台大 就是有人Follow到這件事嗎 有Follow到可以揮揮手嗎 耶 好 那他就去席捲了台大 然後去台大各處跟大家做好朋友 然後也有女孩找他拍照 然後他也跟很多人就是去了很多活動 就是這個是那個藝術季的一個行動藝術 然後他也去找他玩 然後還有就是學生會的胡鬧市集 然後也有就是別的就是好朋友 關心了他的事情 然後發在粉絲專頁說 喔台大最近篡起了威力旋風 然後呢 這就是威力在台大的故事 在這同時他也是跟大家就是分享很多他生命的故事 就是關於他覺得人生應該學會在雨中跳舞 或者是剛剛就是有聽到有一些學弟講到他 或是學妹覺得自己好像現在不知道在幹嘛 那威力之前有講過一句話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覺得人生不像大風吹 就是先搶到椅子坐下來的不一定會贏 找到適合的椅子坐的久才是任務的重點 所以還沒找到椅子的不用擔心 你一定會找到特別的椅子 你處於你特別的椅子 所以這個就是我送他椅子的由來 有一天他也是這樣跟我講 所以我就送他一個椅子 好我被威力擋住了是不是 好 那他後來也有跟大家講很多話 那那個就是我送他海盜帽的由來 就是可能你沒有找到你的椅子 卻上了一艘賊船 威力想要告訴大家 就是既然你都已經上了賊船 那你就當一個成功的海盜吧 好那其他就是他還有講過很多話 像是長大跟成熟的差別 還有之前跟他差點吵架的時候 他跟我說出問題 先從自己找原因別一便秘 就怪地球沒引力之類的話 他都跟我講過 分享過很多他生命的故事 他就是生命的詩人 好然後後來他也是 就是過了到了期中考舟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非常的痛苦 然後他告訴大家 就是今天很悲慘明天更悲慘 但是後天很美好 可是呢大部分人都死在明天晚上 所以大家要記得就是後天很美好 要努力活到後天堅持下去 然後這個是威力不小心在某一天發生的意外 然後不過他後來還是有站起來 就是不然他就位在這 所以他現在頭上面有兩顆洞 等一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好那後來就是他決定去有 就是有了他的全新旅程 就是他的四個朋友 是他造就他前面這些故事的一個工程 但是在他去惡爾台大之後 他決定要展開他全新旅程 因為他覺得人需要旅行才能發現更多的自己 於是他來到台大焦點 然後未來會去更多的地方 那也歡迎大家來找他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剛剛有很多不同的學校朋友嘛 中南部的 對也可以啊 對啊對啊 都是他非常的開心 好 然後他下禮拜要去政大 大家也可以去follow一下這樣 對他會在政大從5月2號到10號 好講了那麼多 大家覺得威力到底有什麼事呢 就是他粉絲這樣叫威力有事嗎 就是剛剛我有跟幾個好朋友聊 就有人覺得他是大眼人的角色 然後宣傳很多校內的活動 有的人覺得他是 就是以後可以去賣假髮 就是他頭上就是展示不同的假髮 對那有什麼 有沒有好朋友想要就是 就是發表一下覺得 剛剛介紹完威力這些旅程故事 覺得他到底是在幹嘛 他想要秀他身上衣服 他想要秀他身上衣服 還有嗎 不錯感覺 後面 蛤 他想要當導演 蛤 還有哪邊 他在找靈感 生命的事然後找靈感 後面 明補他的青春 好不如我再換個問題好了 就是大家剛剛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為什麼我們到底為什麼要做威力 大家覺得就是這個東西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他可能有什麼樣的商業模式嗎 就是可能看到威力就會想到 可能有什麼活動 就是一個活動的平台 對 還有嗎 不錯 剛才有很多人跟我講這個 相親的平台 不錯 剛才有人跟我講男朋友機器人 就是之類的 對 好 就是呢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威力有講過一句話 不過這不是威力講的 這是出自一本書叫做 《分成兩半的指訣》 然後是由伊塔羅卡爾維諾寫的書 然後呢 威力看到這本書 他說就是 有時候人之所以覺得不完整 是因為年輕的緣故 其實現在威力才22歲 非常的年輕 他非常不完整 他故事也還沒完結 就是 現在要來這邊就是 招募威力的好朋友 因為其實 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可以幹嘛 所以 剛剛很多人問我說他到底可以幹嘛 那 我解釋一下原本的故事 就是我們是創意 台大創業 創意創業學成第五屆的學生 然後他本來是拿來做一個 跟衣服有關的 就是宣傳活動 我們希望可以做就義回收相關的活動 好大家聽到這邊可能覺得有點失望 不過 就是 他原本是這樣 然後我們發想出了威力 這個吸引人家目光的方法 那後來我們就是 因為取前七名 我們有以第八名榮譽的落敗 然後我們那天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威力很好玩 可是我們也不用繼續做下去 痛苦下去 所以 我們就決定把它買下來 但是不知道他可以幹嘛 所以就到處有邀約 然後說 可不可以威力去做那個 去做這個的 就是我們接下來不知道他可以幹嘛 可是我們覺得他力量可能非常的大 畢竟他剛剛講了那麼多 有道理的話 剛剛我有看到有人寫下來 就是寄下來 不過粉絲專頁都有很多 大家可以去看 那等一下如果對威力有興趣 或是想要跟我們一起 繼續讓威力變成更多人好朋友的人 可以私下來找我 對 然後 這個就是我九分鐘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最後呢 留個Q&A的時間 威力講過 懷拆就像懷孕 時間久了才能讓人看出來 所以 時間久了 大家可能才會驗見認識威力 那沒關係 如果你想要馬上認識威力 現在可以問我一些問題 還是要一分鐘的時間 有人想要問問題嗎 什麼都可以 或許你們 威力沒有 目前沒有 就是他22歲 目前單身 或許我們以後可以幫他買個女伴 那你跟威力什麼還比 我剛威力 我是他 我是他好朋友 然後 如果你是想要問我的名字的話 我的名字叫邱祐玲 對 我剛 就是我主要是負責粉絲專業的那個 發文 對 我是他的靈魂 他的身體 他的身體沒有洗過耶 他身體沒有洗過耶 不過有零過雨啦 之前有零過雨 威力的尺度可以再大一點 喔 之前我們放在台大的時候有穿衣服 可是因為 本來是想要裸著上半身 可是因為學校不準 所以我們有去申請文 對 他就說威力一定要穿衣服 那個審核是一個就是阿姨 就是大姐姐 然後他說不行 威力也要穿衣服這樣 所以他穿中式衣服申請的時候是中式衣服 對對對 我就說我們要宣傳一個公益活動 對 好 那時間到了 如果大家等一下想要當威力的好朋友 可以試一下來找我 謝謝大家